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营养师现在在网路上 蛮流行有一个说法叫做负卡路里 营养学上面有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吗 我也是听到这个名词也是很震惊 然后去了解一下什么是负卡路里 因为我们在营养学 其实没有学过这样的东西 食物就是有卡路里的 不会有负卡路里 后来我去看 它的最原始的说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些食物吃进去 事实上我们身体消耗这些食物 事实上是需要热量的 那以这个食物的分类来讲的话 有这个糖类油脂跟蛋白质 那最消耗热量的话就是蛋白质 就是肉类这一种 对我们吃蛋白质身体要消耗的热量 大概是25%左右 那油脂跟这个糖类的话 大概都10%以下 所以三种比起来的话呢 就是蛋白质的食物产热效应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要消化 这个蛋白质最耗能 所以才会有吃肉减肥法 这样子的名词出来 就是等于是你又可以享受美食 然后又可以 又可以大口吃肉 然后又减肥 对对对对 后来这是另外一种说法 但是有另外一个字 我去看那个富卡路里的这个建议 他们是说 除了就是食物产热效应之外呢 也牵涉到说如果你食物本身 它里面所含的纤维含量比较高 或是说它里面所含的成分是我们比较难去吸收的 比如说像有人吃香蕉 它会肚子不舒服 那也就是说因为香蕉 它里面有一些抗性淀粉 或是有一些纤维 我们是比较不容易吸收的 那等于是你虽然吃进去之后 可是它不能吸收 就变成分变 排泄出去了 所以像这一类纤维比较多的 或是它含比较多抗性淀粉 比较不容易吸收的淀粉 这类的食物呢 也可以被称为富卡路里 我才知道说原来有这样子的名词 就是可能有一些炒作下 让民众去了解说 有些食物是比较建议说 你要减肥的时候 你可以来摄取这类的食物 来帮助减少热量的摄取 听到营养师这么讲完之后 那我们就要考考今天的 第二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何种蔬果可以消耗较多的卡路里 第一个是苹果 第二个是香蕉 第三个是番茄 我们先来问阿德 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三番茄 因为这个我有听说 坊间传闻 这番茄里面内含一个非常神秘的元素 它可以消耗我们的卡路里 是什么元素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营养师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也是选三番茄 因为我觉得番茄就是有很多的茄红素 然后应该是可以帮助身体代谢 然后消耗热量 琳娜呢 我觉得是香蕉 因为我以前听过一个说法的时候 香蕉里面含美 所以你早上吃的时候会让你心情比较容易稳定 会比较开心 我想说应该就是它吧 其他的我比较没有想法 是 所以香蕉跟番茄都有人选的 应养师我们正确的答案是 这一题的话呢 我会建议是这样 如果我们单纯用刚才富卡路里的概念来看 就是你的纤维含量比较多 然后热量可能比较低的 那答案应该是番茄 好 我们今天来看 那如果是以苹果跟香蕉相似 它们的纤维大概都是1.2到1.6克的纤维 比起来纤维含量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一常讲这种一份的水果 你们还知道这是60卡热量 不是这样子常讲吗 可是上一份的水果60卡的热量 这是一般是比较粗略的技法 方便我们在做热量的教育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确切 确切去做它的分析的话 这三个里面分析的热量 几乎只有它的一半 也就是说两个都是6 香蕉可以到90卡 然后呢 番茄的话大概只有30卡左右 对啊 所以为什么常讲就是说 番茄是一个很好的减肥的朋友 因为它的热量的确是比一般的 蔬菜跟水果的热量低 所以番茄它对于减肥的功效很大 靖茹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确实有很多人拿这个来当做减肥的盛品 对 我也听营养师说过 其实大番茄跟小番茄 它还有不同的区别 大番茄的话基本上它好像听说 它的那个热量比较少 大概只有那个20大卡左右 那小番茄像那个 我们很喜欢吃那些 圣女 很甜 那它20颗可能就有60大卡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靠番茄减肥 可能要吃大颗的 可是比较没有甜味 你就要自己去拿捏这样 营养师这边有要帮我们补充 番茄它真的好处 对啊 之前不是番茄红了 医生的脸就绿了吗 好像这样 就是番茄是一个很健康的食材 那它最主要被讲到的 就是像你刚才的神秘的元素 可能就是前红树 对 那因为前红树它对我们身体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抗氧化的成分 那我们在代谢一些食物过程中 难免都会产生一些 对身体比较不好的自由剂 或是一些过氧化的成分 那番茄里面不只是纤维很丰富 然后它里面不是蛮多水分跟胶质吗 那这些食材 实际上成分都对我们身体很好 对啊 所以番茄是一个很值得 但是营养师我听过说 好像煮熟它的营养成分会更好 对 如果煮熟吃 像番茄炒蛋这样子的一个料理的话 它的切红树会释放的更多 对 但是就是说番茄 它在中医的属性上 是归类比较寒性的食物 那所以像我知道我周边有些朋友 他们吃一些番茄 吃得比较过量的时候 就会有手脚冰冷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说再好的食物 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你如果吃过多会不适应的话 还是要适量浅尝 那刚营养师有提到就是说 炒过的番茄炒蛋可能会更好 那有一些人会喝这个番茄汁 它好吗 番茄汁我个人是觉得说 它事实上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它毕竟很方便 可以喝到很丰富的茄红树 因为它是加热嘛 加热加工 然后去做成一个加工食品 所以本身它的茄红树的吸收率 会非常的高 那比较被考量的就是钠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如果平常 你是正常人的话 应该都还好 都比泡面少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不用因为说 担心这个番茄汁里面的钠 而不去吃它 其实是OK的 只要有去摄取这样番茄的食物 事实上都很不错 那我想请问一下营养师 就是就我了解 坚果类它是热量很高的嘛 里面还有很多油脂 可是我听说其实每 有听说一个说法是 每天都应该要吃一些坚果 因为它好像也有这个富卡路里的特性 我想说这是真的吗 坚果有富卡路的特性 有可能是 它里面实际上是有含一些 比较难去消化的一些纤维 的确是有 但是量并不多 可是虽然它是有一些纤维 可是不要忽略说它还是油脂 那你刚才讲的 每天吃一点坚果是对的 因为像我现在有时候都会看一些 中国历史的书 他们提到说 以前的古代的考生 他们去考试的时候 都很喜欢带核桃去吃 然后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以形补形的概念 要长得很像核桃长得很像脑 就可以补脑这样 那现在也发现就是说 其实核桃里面的一些好的脂肪酸 对大脑是真的有帮助 所以坚果虽然是属于 比较高油脂的食物 但是不要忽略它 其实有很多养分 比如说矿物质 一些好的脂肪酸 然后它蛋白质也很丰富 所以每天吃一把坚果 大概核桃两颗 那如果是小的开心果 那十颗左右 这样是OK 并且国外有做过研究 你不要过量 你这样子每天这样吃一把 是不会造成发胖的 所以食物的选择很重要 但您知道吗 饮食的方式跟习惯 也跟卡路里息息相关咯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